其实我觉得袁小姐不光热闹 她还是一个特别浪漫的节日 你看星期集在诗里就写了 众里寻她千百度 木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山处 一人一碗汤圆在那吃 光吃啊 那还怎么着 你也得唱啊 还有歌呢 买汤圆买汤圆 小二哥的汤圆圆有圆 对不对 你别说这歌声一响起来 确实我能感受到 这汤圆挺好吃啊 有馋的啊 你看啊 咱北方叫这个元宵 对 人南方叫汤圆 对 元宵和汤圆到底有啥区别 考考你 那区别可大了 制作上来讲呢 这南方的汤圆呢 就是一个瓶塞个馅 团不团不一个圆 没有褶 咱们北方没有 那有褶叫包子 包子 你可别圣了我啊 这咱北方这个元宵呢 其实是什么呢 是滚出来的 你看王浩就外国元宵 挺熟的 你还不造型的事呢 其实你看 不管是团出来的 还是滚出来的 它都是圆的呀 所以它寓意都是团团圆圆 你爱吃啥馅的 那在我心中 必须得是传统的黑芝麻馅 没有黑芝麻馅 我就觉得我的元宵节 是不完整的 这孩子比较保守 我的馅也行 我尝尝新的 白糖馅也行 水果馅 还有水果馅 有 菠萝 那都不新了 我跟你说 我听说今年啊 出了一个老陈醋馅的 你要不要尝一尝 有辣椒油吗 有什么韭菜鸡蛋馅 我今天桌子上 给大伙都准备了 大伙炒一尝吧 过元宵再尝一尝呢 大伙都准备了